如果你想要自己的狗狗有良好的社會話 不要一見到其他的狗就打架 夾著尾巴跑或者過度熱情讓人家覺得很煩的話 那你就必須學會看懂狗狗身體語言 在牠們互動的時候知道什麼時候裁判 怎麼樣做管理 今天我們就來學學看懂狗狗的身體語言 大狗狗聞小狗狗 很多看不懂狗狗身體語言的四主 會因為一隻狗的體型大小 來決定是不是可以跟自己的狗互動 但是在人的世界裡 我們不會因為一個孩子的身材高大 或者是體型壯碩 就不允許牠跟我們的孩子玩 嗨 而且牠們在玩的時候 我們會觀察牠的態度和行為 來決定牠們是否友善 剛剛圓圓在聞吉娃娃的時候 雖然牠的身材比吉娃娃高很多 但是牠都是從旁邊聞 而不是從上到下來聞 這是一個很有禮貌的認識對方的方式 後來圓圓對吉娃娃做了一個腰丸的動作 雖然吉娃娃沒有領情 但因為伸手不打笑臉人 吉娃娃還是接納了圓圓所有的行為 現在我們來看看 阿里認識吉娃娃的時候 是不是一樣的有禮貌 從吉娃娃的耳朵 尾巴還有牠的站姿來說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牠並不是一個弱勢的狗 強勢的狗 耳朵會尖尖的 尾巴會翹的高高的 還有牠的站姿會很挺 吉娃娃跟阿里都是攻的 天然競爭力比較強 當阿里經過吉娃娃的時候 吉娃娃就做了一個迴避的動作 阿里就先去找身體語言比較弱勢的 約克夏 這隻約克夏很可愛 當他看到阿里過來的時候 耳朵倒倒的 然後自動的將屁股轉給阿里 讓他去聞 讓他去認識他 然後當阿里離開的時候 他還轉頭偷偷地聞了阿里一下 所以阿里跟約克夏的互動 是非常和諧的 兩小一大 當阿里又經過吉娃娃的時候 這兩隻就開始相互地不給聞屁股 繞來繞去 你不要看大小 你要看牠們的行為 而且我們也注意到 阿里聞吉娃娃的動作 是從上往下 吉娃娃開始也有一點點 Defensive 牠們兩個的互動 就比較需要注意 你看剛剛牠為什麼要躲 就是因為我這隻聞牠的背後了 那個不OK 所以看得懂這些微細的狗狗身體語言時 你才會知道牠們的互動是否需要管理 什麼時候需要介入 圓圓跟小吉娃娃的互動很和諧 雖然圓圓屬於比較過度熱情 但是一來牠是女生 二來牠聞的動作是有禮貌的 所以吉娃娃OK沒有問題 吉娃娃跟Alice相同的都是公狗 而且兩個個性都有一點強勢 所以牠們就會校正 這兩隻狗在互動的時候 我們做主人的就要常常注意去觀察 是不是有一隻沒有禮貌了要提醒 或者是有惹另外一隻生氣了怎麼去保護 那阿里跟約克夏的互動非常和諧 因為一隻比較強勢另外一隻比較弱勢 而弱勢的自動就已經退讓給強勢的那一隻 所以相對的也很OK 你今天有學到一些狗狗的身體語言了嗎 希望你成為更称職的狗狗領導者 拜拜 蠻子是架子 你的蠻子是五個頭